南部蒙一所大學的陳姓助理教授 上個月二十五號到台中的運動中心 打羽毛球 結果突然昏倒 失去了呼吸心跳 在當時有一名男子 他是立刻的失做CPR 直到住戶人員抵達 才接手送醫 及時救回了一命 而這名男子 他是在彰化皮頭消防分隊服務的潘姓隊員 今年十月才剛正式成為消防隊員 今時期拍下 穿著灰色上衣的男子 正在場上打球 但之後場邊休息後 就突然昏倒 而且失去了呼吸心跳 旁邊的朋友嚇得不知所措 而旁邊走來這名男子 隨即趕緊CPR 連續坐了五分鐘 直到救護人員到場接手 事情發生在上約二十五號 灰色上衣的陳姓助理教授 來到臺中草馬國民運動中心打球 卻突然身體不適倒地 所幸緊急救援救回一命 而出手救援的 就是這名在彰化皮頭消防分隊 任職的潘姓隊員 現年三十六歲的潘姓隊員 在前年考上消防特考後 經過一年的訓練和半年的實習 上個月成為正式的消防隊員 而他是二十五號當天休假 前往打球時 遇到這起意外 讓所學得以發揮 而運動中心的執行長 也帶家屬前往致謝 那這個時間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當然去求證 也跟我們所長報告 那所長也有指示說 給同仁適當的一個續講這樣 張華仙消防局表示 會對潘姓隊員給予加獎 而潘姓隊員謙虛地表示 他只是做每個人都會做 而且應該要做的事情而已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張華報導